各位好我是神医家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2013年6月24日星期来自于美股盘中交易的最新资讯 三大股指头开盘的时候呢进一步的出现下滑可以看到的抛压呢还在不断的加剧 现在的道指的滑幅是1.4%而标准破坏500指数的滑幅达到了1.7%而纳指的滑幅呢是在1.5% 在今天的走软最为明显的板块呢要数的是来自于原材料以及能源板块 那跟随呢原材料的价格进一步的走低啊可以看到的铜的价格是降到了三年的新低 而其他的一些原材料的价格也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原因就在于呢 中国现在呢面临了整个的这个银行间的信用啊出现不断的收紧呢 造成了大家在担心中国经济发展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前景 另外呢就是中国的金融系统在未来呢是否能够呢依据呢最新的一些动态呢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那中国央行方面呢似乎是表示呢要让整个市场的自己去进行进一步的消化 那中国的股市在今天出现了大幅度的这个抛压啊 对于呢美股呢也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可以看到呢美股是跟随啊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那同时可以看到在美国交易的中国概念股啊像百度等啊 在今天的华股呢也都是超过呢大盘表现的 另外呢美元在今天呢虽然是出现了小幅度的下滑 但是对于呢像黄金和原油呢并没有支撑 黄金的价格现在是震荡在了每盎司1284美元 另外呢原油的价格现在是维持在了每桶98.60美元 再关注一下具体个股方面的一些消息 首先关注一下健保类股呢 健保类股呢是在今天呢出现上涨的板块呢 包括呢像道指的成分股当中的涨幅最大的是United Health Group呢 也是健保板块的 另外呢有一些收购合并方面的消息就是Tenit Health Care呢 将要收购呢就是Vanguard Health Assistance 那收购之后呢将要获得更多的医院管理方面的一些资源 那这个公司呢是进行的医院管理的 现在整个的健保行业呢还在进一步的进行呢这个盘整 尤其啊这个行业的整合主要是由于呢现在的一些法律改变 那越来越多的这些呢健保的公司保险的公司 在购买的这些医疗方面的一些资源 另外再关注一下呢在今天走势非常明显的呢 下滑明显的还有呢就是呢金融板块 那由于呢中国的金融行业的一些危机啊也是引动了 对于呢美国的一些金融公司呢股票的抛售 比如说像美国银行现在呢是在道指成分股当中的跌幅最大的一只股票 那其他的一些包括这个摩根大通啊 以及呢花旗公司的股票在今天也是下滑的 再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呢科技行业帮中的一系列的公司 那苹果公司现在的股价再次跌破了400美元一股 主要是由于啊今天的Jeffrey就对他们进行了目标股价的下调 从原来的420美元一股呢下达到405美元一股 另外微软公司呢在今天可以说是在整个科技版本当中表现不错的出现 上了他们正在呢召开开发者大会呢 并且呢对于他们现在的Windows 8呢进行了升级 那升级以后呢可能有更多回归到了最早的一些呢 这个这种Windows的这种使用的一些呢这个构造 但是呢对于呢一些其他的功能好的功能还进行了保留 那目前呢受到市场的欢迎目前股价是上涨的 另外再关注一下就是Western Digital呢 将要呢收购呢Stack呢这是一个生产SSD卡的公司 这个公司的这个收购公布之后可以看到呢 Western Digital的股价下滑 AirStack的股价上涨呢将近87% 所以我关注一下波音公司由于他们又有呢 七八七梦现呢这个意外着陆 被迫着陆的消息造成他们股价在今天的下滑将近3% 以上呢就是周一美国股市盘中交易的最新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陈一佳 我们稍后再会